台湖最新的现场 南投仁岸台十四线 勿设往春阳部落的道路 积水稍微退去了 我们都在新外的采访团队 也一路挺进 发现那路面上 也有土石小摊坊 农业部呢 现在也针对了金英村 发布了土石流 大面积崩塌警戒 最新的情况 联系记者林盈轩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一样的为你更新 南投仁岸山村最新消息 刚刚呢 我们在台十四线 要进来的这个 要重来到春阳部落的路口 就已经有积水的部分 我们好不容易积水退了 停进来之后 也发现了这个路段呢 已经有土石崩塌的现象了 你可以看到呢 马路上这里有一半的车道 都已经被土石的 慢慢覆盖了 这些都是山坡上面 所慢慢滑落下来的 那救援车也来到了现场 来勘察现在的状况 那因为呢 这几天呢 不断的下雨山区呢 于是呢 是非常的大不间断 雨量也很高 因此呢 山坡上的土石呢 吸满了雨水之后 慢慢滑落下来 那在早上今天 四点半的时候呢 也发出了土石流的红色警戒 甚至呢 精英村是发出了 有大面积土石崩塌的危险 因此呢 如果民众呢 在村内村外 尽量都不要出门 以上是我们讲话的情形 主播 好 好 好